上个月刚刚在全球吸金2.18亿美元 并在春节实现多款皮肤销量超百万元 最高达到超5000万元的手游王者荣耀 却在保护未成年人沉迷措施上线一年后 被爆出防范措施形同虚设 北京商报近日接到部分家长反映 发现未成年孩子用家长卡加个人资讯的方式 实现了微游戏充值金额多的数万元 且过程中家长并未收到提示短信 在这背后是孩子们集体不充值买皮肤不能过关的反应 一款爆火游戏的背后藏住怎样的生意经 头部企业上线一年的防沉迷措施又为何形同虚设 家长曾理事投诉称 近日查询银行卡余额的时候 惊奇的发现少了5万元存款 于是立刻到银行进行查询 结果发现这5万元是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 分6次冲进了三个不同的王者荣耀游戏账户 消费最高的一次 一天便支出了8000元 曾女士家的案例并非个例 据黑猫投诉平台资料 仅在3月1日至12日期间 便有34起用户投诉与未成年人私下充值王者荣耀有关 充值金额少则一两百元 大多在千元规模 同时共计充值万元以上的也不是个例 让曾女士意外的是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 儿子的6次充值自己都没有收到过消费短信提示 但根据王者荣耀过往的公开信息 并非未对未成年人沉迷进行监管 2020年5月通过官网公布了 未成年人防沉迷新规 并明确表示 自2020年5月15日开始 陆续接入未成年人防沉迷新规 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赵胡表示 游戏需要按照国家规定 对未成年用户设置相关限制措施 如若该游戏未按规定实施 游戏方存在相应问题 当发生未成年人 在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下 私自为游戏账号充值 潜述额违背规定的情况时 游戏方应返还该比钱款